講到基隆呢 感謝剛剛TT的斗內 霸良現在講不了Net的產權就開始 班謝國良是強盜案被告在凹了 反正我們剛剛就講了嘛 一直在找新的料新的柴火 看能不能把這個罷免繼續燒下去 感謝Cynthia的斗內說爆掛加油 感謝星星比的斗內 他自己不是多年資深觀眾 可是看了週末大爆掛以來 是沒有看過來賓收到稿子 並要求照內容來評論 如果要看這種方式麻煩請去別台 大爆掛加油 非常感謝 感謝月香的斗內 感謝首首的斗內 台灣司法早就被執政黨給操控了 哪有公信力可言 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不同的意見分享 可是這一次的戰時處分裡面 我想請問陽明哥 裡面有滿滿的 我看到的利大於弊 那你當然理書上面也特別去做解析 可以幫我們稍微說明一下這一塊嗎 如果大家對這個10年前 太陽花服帽反服帽 當時的馬政府都強調 為什麼要推服帽 是因為利大於弊 所以當時就變成一個梗 就是說 太陽花運動他們就是拿這個利大於弊 來做這個所謂的宣傳 結果沒想到我昨天在這個 這個大法官的這個裁判書裡面 居然看到 他說他的這個裁判的依據 審查的依據 這個暫時處分審查依據 就是以利大於弊 與否來去做他的這個審判的依據 那其實老實說 因為那個我們在這個 憲法法庭的這個叫憲法訴訟法裡面 他其實是明確規範 怎麼樣的情況可以 處分這個做暫時處分 比如說第一個要對 所謂的憲法保障權利有不可回復的侵害 第二個就是要有急迫性 而且這是兩個要並存是不可回復且急迫 所以這才是為什麼很多在野黨都會講 那現在立法院修會 國刑報告總統也可以不來 那到底急迫在哪裡 到底這個你說什麼 因為立法權立法院的調查聽證權 就會侵害到讓監察權的調查聽證權無法回復嗎 其實我老實說我必須講 現在這個就是一個寫好的劇本 所以我只能說遺憾 就是最後大法官應該是說 每一個都要把他這個必要性及急迫性 把它寫清楚 結果他說是我們衡量 如果我不做這個暫時處分的話 就會必大於利 那我做了就會利大於弊 我想這個都會變成是一種 我覺得就是為了要暫時處分 而寫出來的文章 也難怪現在主筆大法官是誰 都還不知道是誰 我真的很想知道 那該不會是我們的院長親自主筆吧 那當然我是覺得這個事件 不管是 其實理論上你會發現昨天 民進黨其實是非常振奮的 他們是認為說這場戰我們打贏了 那對在野黨來講其實也沒有輸 我說的沒有輸是說不是在條文上的輸 而是你早就知道你會 早就知道這個事情會這樣發生了 他如期的發生 而且呢還有吳征這一段的這個loss 就是說他這種自己失誤把這種話講出來 反而讓在野黨更證明了大法官的不公正 那這個對在野黨也不算輸 我只是強調重點不是在現在 重點是在未來的盤點 你現在調查聽證你沒有辦法做了 很抱歉喔 那個雞蛋啊 什麼進電視啊 這些調閱小組 調查小組 你接下來該怎麼辦 這才是在野黨要去盤點的 後續要如何處置 就是比如說雞蛋的部分 既然剛剛像林沛祥委員他也講了 他說他跟許曉星 也已經查到一些部分的內容了 那就既然沒有調查小組 那怎麼辦呢 開記者會啊 質詢啊 一樣啊 一樣把它 既然已經查到部分的疑點 公開 讓大家知道到底問題在哪裡 就這麼簡單 柏議員 我想要再加碼問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我今天看到有一個契機啦 他們寫說 既然凍結了疾問疾答這一項 那就OK啊 回到了收法前的狀態 那是不是總統選前承諾的國情報告 總算可以兌現了不是嗎 太樂觀了 我想說太樂觀了 先講一下 這次大法官凍結的條文有六項 雖然感覺好像不多六項而已 還滅了好嗎 對 全部都凍結了 民進黨要的大法官全給了 通通凍結 包括了國情報告 反質詢 藐視國會人事 同意權 聽證會等等 都給了 真的是要五毛給一塊啊 老實講 雖然在之前我們就已經有這種想法 預料到可能會發生這種情況 但當我們真的看到這財經的時候 我真的還是非常非常的失望 為什麼 因為憲法法庭給出了這個 同意暫時處分的理由 我真的覺得很離譜 而且很荒謬 剛剛講到了 強制總統到 立法院國情報告的這個東西 賴清德自己講的好不好 選前 他在這個辯論會上自己說 不管根據憲法 或者是根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到國會去進行國情報告 總統都有義務 因立法院的要求 接受立法委員的國情諮詢 選前講得很好聽啊 選後不認賬啊 民黨直接出來抗議啊 說這個總統不能夠去 荒謬 尤其是憲法法庭居然還說 本規定是立法院課與總統的義務 憲法未有明文規定 總統必須做國情諮詢的報告 就完全不知道言什麼東西啊 賴清德講的話 跟現在綠營講的話 包括了大法官在這個 憲法法律上講的話 我覺得都互相自己打臉 再更好笑 藐視國會罪被暫停的理由是什麼 他說被告可能會蒙受 難以回復的重大不利益 但大家要知道 如果受處分的人 覺得判決有問題 有真意的話 是可以提行政訴訟來處理的好嗎 完全沒有難以回復的問題 所以這次憲法法庭 給出的同意暫時處分理由 我老實講 對於很多在野黨而言 只要不是綠色色彩的人而言 我覺得都是一個失敗 贏的人是民進黨 但是輸了 是整個台灣司法的制度 跟他的威信 然後接下來 最妙的就是民進黨的發言人 我們的吳先生 先說好了 他沒有搞清楚 他現在身為的職務是什麼 他現在的職務是民進黨的發言人 身為發言人 你不該也不應 去對你的一個不確定的東西 來做評論 尤其是就算你猜測有什麼結果 你也不能夠把他講出來 因為他很確定啊 你說什麼呢 他很確定啊 這感覺起來 就很像這個王毅川一樣 很雀躍 我知道一個秘密啦 要公諸於眾 大家都知道 我知道 藏不住的喜悅 對藏不住的喜悅 一講出來之後被罵臭頭 被罵臭頭完之後呢 又不敢下車 王毅川說是用膝蓋想的 這個吳貞說呢 他是猜測出來的 我不曉得民眾能不能夠相信啊 但是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民進黨的發言人講的話 就代表民進黨的態度 也就是如果民進黨的發言人 已經可以猜測出來 大法官的解讀是什麼的話 代表民進黨也猜測出來 大法官的解讀是什麼 這就擺明地告訴大家 憲法法庭可能是民黨開的啊 因為他事前就知道了 結果啊 跟鄭文燦一樣預言的能力啊 還沒有開庭之前 還沒有被審訊之前 就已經知道審訊的方向以及內容 這些事情我老講 對於民眾而言 對於整個 以台灣是法治國家的名義而言 都是一個莫大的侮辱跟羞恥啊 以前的司法院院長林洋港說 司法的公信力 像皇后的徵騷不容之一 我現在不曉得徵騷去哪裡了 徵騷太少去哪裡去了 完全不管啊 賴清德上來之後 對於整個司法 講得非常好聽 誤網誤眾等等的 但我們現在看到了 我感受不出來 我感受到只有滿滿的政治操作 只有滿滿的政治利益 以及選舉考量罷了 這個事情老實講 雖然不意外 可是接下來還有更多的後續 因為釋憲就要到了 以現在司法法庭給錯的答案來 來講 我個人認為釋憲恐怕也不樂觀了 因為都是同樣大法官 來做出同樣的決定嘛 那如果這樣繼續搞下去的話 整個台灣的未來 只會繼續的烏煙瘴性 講句難聽一點好了 民進黨現在雖然沒有一黨獨大 但是以賴清德這種強勢的做法 感覺起來還是要不甩任何的人 這種的結果對於台灣的未來 我覺得一定還是個傷害 所以我真的務必希望 所有的在野黨好朋友們 接下來碰到一個最重要的一意 就是謝國良市長的罷免案 這絕對會是明年立法委員 罷免案的前哨戰 如果我們在野黨的朋友們 不能夠團結起來 守護應該要有的價值 以及好的市長候選人 那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接下來要損失的 不再是我們的生活 以及我們的未來 而是連接下來 我們的立法院 恐怕都要再次的淪陷下去 這對於整個國家而言 都是非常不好的做法跟結果 我們感謝一下觀眾朋友 我們抖內 感謝Terry Ling 加入我們的會員 四個月跟大曝瓜說聲加油 感謝徐玉瑞的抖內 他說呢 不求盡如人意 但求問心無愧 我們要扮演好公正的第四權 就是中天存在的力量 願天下媒體也夠免之 感謝他再度抖內 貪官很尖 清官要比貪官更尖 不然怎麼能夠鬥得過貪官 這個經典的電影台詞 跟現在的政局好像很貼切 我也覺得講得相當的好 引用的很讚 來啦 大家不然來一個最大公約署好了 我們來講講美國的政局 因為看到教授 我們一定要來問問看 這個週末大家不斷的在揣測 包含了亮哥昨天也在講 他認為可能最快 這個星期 拜登也許就會以身體為理由來退選 那雪上加霜是局勢已經不好了 可是他在接受 黑人娛樂電視台 這個訪問的時候 列舉了自己政府 所任命的非裔人士的紀錄 可是他在提及奧斯汀 國防部長的時候 他居然就講了 國防部長想不起人家的名字 他直接講 這個黑人諷刺的時候 他就是在黑人娛樂電視台 用這樣的方式 我想這絕對是雪上加霜 我覺得拜登的狀況 真的就是叫做我們叫斷牙式的 這個崩壞 那不僅是身體 然後他的這個心智狀況 那記憶力 可能時好時壞 但是大部分時間 讓大家沒辦法信任 我想看最簡單 我長期一直在講 我說這一次 民主黨在參議院 有兩位參議員的候選人 是在紅州選 競選年任 他們都是做了三任的 那歐哈歐州這個 這個布朗參議員 跟這個蒙特奈州這個Tester 這兩天兩個人都說 請拜登票選了 一個在蒙特奈 上一次川普是贏16個百分點 在歐哈歐已經9個百分點 他們本來就已經很辛苦了 結果你今天這個母雞是這麼弱的 那他們怎麼選 所以這兩個都出來 那其他的人出來 你覺得說他們可能事不關己 那可能更讓大家覺得說 表示說他們自己的選區都很安全的 或者他們的選區沒有問題 像譬如說加州 我們知道加州那個范士丹 上次過世之後 那暫時任命了一位女性的參議員 那現在要選 那這一次上來這個 是一個男性的 那加州民主黨是一定贏的 他也出來請 請拜登不要再選 所以就表示是說 不管你的選情在這個 我們講說監困選區也好 在安全選區也好 他們都認為拜登不適合了 再加上這麼多的眾議員 連州長現在也有出來講的 所以就表示說 這個好像是一個民主黨 進黨內的共識 大佬包括 現在媒體也報導 除了這個Sumer 參議院的多數領袖也好 或者前總統奧巴馬 甚至是這個前眾議院議長 這個佩洛西都有暗示 請拜登下來了 那如果這樣的情況 拜登還拒絕 所以他們三個人 乾脆把這些談話 就放出來了 然後再記者再去問他們 他們也不否認 那就表示說 還有一個眾議院的這個 少數黨的領袖 這個Jeffrey 都是這樣 那我覺得你拜登真的不要選了 他們很多人說 謝謝你對民主黨的貢獻 你現在如果不再繼續選 大家都會記得 這是一種幫忙 對對對 都記得你過去 在這個 是一個很成功的總統 很多的事蹟都很好 可是再選下去真的很累 那我也覺得說 這個COVID-19 給他一個很好的藉口 就是說醫生 在我這個COVID完了之後 發現我受到很大的傷害 身體 所以我沒有辦法選 雖然我很想再繼續服務 可是我還是聽我的醫生的 就好像閻老師 我現在聽我的醫生 他不讓我去非洲 我也只好不去非洲 一樣的 就是我覺得他應該要聽醫生的 那我相信這些醫生 應該會跟他講實話 他的狀況不可能在勝任 未來在四年 或者說今天你今天 不要講說四年 你今天下面的行程 你真要選 你難道要做一個 就是透過視訊再選嗎 不可能嗎 那我要再次提醒 巴西當年民主化的時候 一個只有75歲的總統 身體不是很好 然後呢 就選得很累 選完以後呢 當選了 還沒就職就掛掉了 所以我覺得要提醒一下拜登 你還有你的家庭 你還有很多 孫子孫女什麼 細水長流 對 細水長流 你家庭重要 會落在這個週末會宣布嗎 我覺得應該要宣布了 你要給民主黨 弄出一套機制 但雖然說好像 可能是賀錦麗是最有希望的 但是你不能讓他就這樣子 好像加冕在他身上 你要給一個機制 讓大家覺得福氣 那個出來的 這個賀錦麗是比較強的 而不是說你拜登就是 因為沒有別的選擇 就順理成章 就順理成章 我覺得這也不好 對他也不好 對賀錦麗也不好 還不如就讓賀錦麗 有一個很簡單的機制 民主黨這麼多人 做過選舉的 應該可以想出一個辦法 雖然這個真的是很少見到 你怎麼樣把過去 全國黨代表大會承諾的 我們講這個 就承諾要投給拜登的票 那現在拜登自己不選以後 你要怎麼樣把他釋放出來 是說讓他們自由投票呢 還是說拜登要講什麼話 還是說就是今天讓賀錦麗可以 好像因為你們當初支持她的時候 也知道賀錦麗就是副總統候選人 就可以順利轉移 你一定要有一個很好的說法 然後其他可能的這個挑戰者 也要願意接受 然後出來大家都是 站在團結一致 就鞏固領導中心 那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還有一搏嗎 否則就沒有一搏了 教授的意思也就是說 如果他退權的話 也可以留一點給人家探聽 大家會回顧他當總統時的好 起碼也沒有做出什麼出格的事情 感謝Diana留的斗內 無珍這種表現都能夠容忍了 何嘗不是一種傲慢 表示綠營做得再爛的事情 好像也根本不怕人知道 對我覺得這個無珍的事情 讓大家可以看得出 這一次我們執政黨的一些態度上面 做得非常的明顯 感謝歷神的斗內 大家不要火氣這麼大 來日方長 感謝我們觀眾朋友們的斗內 等一下美國大選的事情 我們也會繼續來聊 尤其是民主黨內到底主義要有誰代打 來民主黨內呢 現在是不是主義說 希望是賀錦麗來接手 就是我們剛剛教授在講的 那如果由賀錦麗代打的話 問題是在於什麼呢 就是其實整理了很多份的民調發現 川普大概平均領先 我們講的是6月27號辯論之後 我強調這個時間點還是相當的重要 在6月27號辯論之後的11份民調 川普平均領先拜登1.9個百分點 那平均領先賀錦麗大概1.5個百分點 其中4份民調顯示出賀錦麗出馬 會比拜登稍微好一點點 4份顯示更差 3份顯示沒有差別 所以綜合評估 看起來由賀錦麗代打 跟川普的民調 恐怕差異並不會太大嗎 楊明哥 其實我想這個在美國這一次 就連川普他經歷了槍擊案之後 那他的民調都沒有明顯拉開 其實還是很膠著 那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所謂的這個 叫做兩極化的政治對立的模式已經成形了 其實包括像台灣 不管今天民進黨做的再爛 都有一群死忠仔 就是會支持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 概念是一樣的 他那個四成的那個死忠仔是不會移動的 那所以會導致什麼現象呢 最後變成兩黨 即便我們對拜登沒有信心 可是我們的支持者還是有一定的程度 那最後這個關頭到底是要選擇換還是不換 那關鍵就在於說要被換的那個人 他第一個他的能量是真的不行了 那第二個就是取而代之的人 他的能量是能夠抗衡的 比如說像如果以我們自己台灣的案例 當年2016年的這個所謂的換柱事件 那個時候其實國民黨是一路民調 就是遙遙落後蔡英文 那一年2015年沒有人認為 那時候洪秀柱被換不是因為身體 跟拜登的狀況不一樣 拜登的民調其實咬得很緊 即便他這個是大部分是落後 但是呢他是咬得很緊的 可是洪秀柱當年是因為他 大家黨內認為他不會贏 而且呢會連帶影響到小姬所謂立委的選情 所以黨內最後密謀決定要把它換掉 所以兩個不能拿來做比較 那只是說今天拜登的關鍵在於他的身體狀況 他的身心狀況才是他現在最麻煩的事情 而他並沒有因為辯論 以為人家以為說你用辯論可以這個化解 人家對你的這個疑慮沒有沒有化解 然後呢現在去參加公開行程 我覺得他們的所有幕僚團隊應該都非常緊張 任何一個公開行程都有可能犯錯的狀況下 這才是讓整個民主黨內對拜登產生信心危機 因為那個民調我必須講現在民調是參考的 當今天兩個民調沒有拉開 但是關鍵是在於說 最後投票不會是40%比40%啊 投票就是一對一的狀況下 就是百分之五十幾跟百分之四十幾 那中間那些所謂沒有表態的人 最後會往哪個方向去移動 就會成為關鍵嘛 加上美國的選制又是一個很特別的選制 這種所謂的選舉人制度 那所以接下來我認為民主黨現在是一種叫做 焦慮感 而這種焦慮感 包括你連這種什麼什麼 培洛西啊這些所謂的大咖 包括他們的這個大金主等等的 通通跑出來對拜登提出質疑的時候 包括現在有好幾位的什麼眾議員啊什麼 通通開槍了 通通都說必須要把他換掉 那這個對拜登絕對是不利的 所以像這兩天的美國的相關的新聞 標題是直接說 拜登會辭去這個候選人的職務 是直接用肯定拒 所以這個如果我只能說空穴不來風 所以現在看起來拜登可能就在關鍵 就在這個時間 不過今天又有一篇報道就講說 拜登他的團隊正在 那認為是歐巴馬跟這個裴洛西他們在搞他 所以我認為拜登團隊他們並不想退 任何一個團隊他們都不會想要 就是直接放棄 但關鍵還是在於說 他們這個民主黨內對拜登的信心指數夠不夠 可是換一個角度 當我們去對比一下 現在川普在共和黨全代會 洋洋傻傻發表了長篇大論 而且已經把我的副手找好了 而且我的副手是一個 老實說在白人的這個選票裡面 他可能會拿到很多所謂的中產階級 他的出身 對包括他在搖擺州 他在這個所謂的鐵袖帶 就是拜登花了很大的心思要在鋼鐵城市 就是這些所謂的過去有鋼鐵產業 去不斷的去打中國或什麼樣的 而拜登直接把一個從這個鐵袖道 川普 直接提了一個範思 他是在這個鐵袖帶裡面成長 而且他寫的書就是在寫這裡面 所受到的產業的困境 那這樣的人 他的故事還拍成電影 所以當今天這兩組人一對比 一個副手已經找好 一個還在討論要不要換的時候 那種氣勢上已經有明顯的差距 當然我還是強調民調上面 現在是一個兩極化 就是說我所謂的兩極是說 兩邊各自的支持者 對其對他們政黨的所屬的候選 都是非常支持的 可是接下來我想關鍵就在說 不管是換或不換 如果民主黨沒有辦法提出一個 所謂的讓自己人都能夠 幸福的理由的話 是有可能喔 因為一換導致比如說 原本對拜登 拜登即便黨內可能有些人 對他有些疑慮 但也有人很支持他 如果今天你要換人 但是你沒有讓拜登的人 拜登支持拜登 鐵死忠支持拜登的人 感到幸福的話 那這些人可能反而流失 就如同當初換柱 也會有一定程度的 這個所謂的後遺症 我想這個才是 後面該要去小心的 這個民主黨要小心的 那現在整個來看 我是認為我們台灣 台灣的角色才是更尷尬的 因為蔡政府 他已經連續示範兩次押錯保了 對 就是第一次押這個西阿蕊 結果呢川普當選 那第二次押川普當選 結果呢這個 這個拜登 所以我是呼籲像 中文太院長啦 這些所謂的官員 川普最近講的話 盡量少回憶 盡量都用 別人的候選人 我們不予回憶 但我們就會走我們自己的路 用這樣的方式會比較好 感謝我們的DXCY的押內 他說不用面 這個博議員請教一下 就是川普呢 哇我們剛剛也在講 在這共和黨的全代會上面 洋洋灑灑講了很多 我們等一下也會細細來聊 不過他光是兩度 就提到了台灣 其中大概也講到 處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邊緣裡面 那也要延伸閱讀一下 因為這個 前白宮國安顧問O'Brien 他也說 台灣應該增加國防支出 至少佔台灣的這個 這個包含了5%啊 那馬文中委員就說呢 買的武器都還沒有來 這個我們也都很清楚 過去也做過好多 盤點了哪些 明明就我們已經 預先付錢了 預支了 可是還沒送到貨 甚至還沒有再做 那新賬單倒是先來了呢 先還是先講一下拜登好了 他是現在的總統 我個人認為 如果拜登沒有遭遇到 很嚴重的事情 他會選到底 因為就我跟美國一些朋友聊天 他們的想法很單純 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 只有一個候選人 就是川普而已 你只要管你喜歡他 跟不喜歡他就好 不用管到底另外一個是誰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賀錦麗跟這個拜登 他的民調沒什麼差別的原因 因為民主黨到目前為止 就 他是比較支持民主黨的 我的朋友 他說民主黨找不到第二把人士 其實是沒有 他說賀錦麗在他們的地方上的感覺 並不是特別好 因為他的一些言論 跟他的一些風評 不是特別高 所以對他們而言 換算賀錦麗 那不如就讓拜登 繼續選下去好了 反正比賽都結束 就垃圾時間 所以你只要討論 現在恨川普的人 是不是還有這麼多就可以了 不是在乎到底 你現在民主黨的提名人是誰了 因為他們覺得 現在時間真的不夠了 而且民主黨的這個 所謂的提名大會 一個月之內就要開了 這一個月之內 你能否找到有力的候選人 二位候選人 或者是二號把守 然後這樣 他們現在是打上很大的疑問 所以我個人認為 拜登當然會想堅持選下去 而他不要出大意外 我相信選下去的機會非常高 但問題是 拜登現在感覺起來不管如何 他的獲勝機率 好像比川普來得低 所以川普的講話 就變得非常重要 而我個人是建議 如果他沒有事情的話 少提到台灣比較好 因為川普一開口就沒好話 一開口台灣股票就崩了 保護費了 對 他順便講幾句話 不只台積電跌了好幾天 大家知道台股的市值 單週蒸發了多少錢嗎 3.2兆台幣 單週蒸發3.2兆 我們台灣2024的總預算 也只有2.8兆台幣 也就是川普的一句話 讓我們台灣股市跌了 我們一年多的總預算 發生這麼嚴重的事情 那相對來講 我們的賴政府要怎麼來回應 我覺得變得非常重要了 我相信不管你有沒有壓寶 不管你壓錯寶 壓對寶都沒關係 我強烈的建議是 賴政府現在至少先跟美方 把他們欠我們的武器先追回來 因為之前拜登答應我們的武器 至少現在欠了6千多億還沒有繳交 接下來換了川普 我怕這個非常的危機 之前的理由一直都是 因為我們的武器 包括F-16V等等的 還有馬拉斯多孔式火箭炮 都拿去了烏二戰爭 但是如果川普當選了 烏二戰爭應該很快就結束了 他已經擺明講了 他不會支持烏克蘭 他會盡快讓烏二戰爭結束 那接下來是否那些武器 可以如期的到達我們台灣手上 我覺得變得非常重要 因為烏二戰爭之後 我認為台海的問題 跟我們更是息息相關 這是我的期待 這也是我希望賴政府 能夠改變之前 只會抱著美國大腿的態度 因為你持續的走下去 碰到川普這種 徹頭徹尾的商人 我只能說錢永遠都不夠 他永遠都不會嫌少 他只會義無反顧的持續要下去 我們台灣必須要了解一個態度 就是我們需要美國沒錯 但是美國需不需要我們 這也很重要啊 不要整個感覺起來 我們是魚肉 人家是刀族 這種不對等的邏輯 如果持續的走下去 台美關係恐怕無法回復到 蔡英文之前最自豪的關係最好 而接下來只會被川普 只會被美方吃得更死 然後我們付出了更多的東西 而且最慘的是 最後我們能不能夠受到美方的保護 到現在都還是未知之數啊 顏教授請教一下 我們一樣拉回來講一下 這個他的說法 因為呢 尤雲龍老師就說 川普講這些話 譬如說前幾天我們討論的保護費啊 或者是講到兩度提台灣 有很多讓大家像剛剛博弈員講的 很多會讓台灣覺得聽了毛毛的的話 可是尤雲龍老師說 川普講這話就是選舉的目的啦 聽聽就好 講這話就是要訴求美國勞工階級 選舉的時候是這樣講 選後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真的是這樣子嗎 就要問一下嚴教授了 過去川普講了很多話 他可是在選後真的有這樣做 我覺得第一個他講就是說 台灣好像沒有這個保護 這個我們講他應該就是說 台灣要自己要多付一些經費 來捍衛這個國防 我覺得這個就是美國常常會開條件 就是美國自己對台海的這個衝突 一直叫做戰略模糊 那如果今天川普說 你要繳保護費也好 或者說我們講說提高我們的國防 按照美國的需求 那我只有一點要求 就是說我們今天跟你簽一個新的保單 但是我要知道我們理賠的情況是怎麼樣 就是說不要等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家裡頭失火了 我保了火災險 結果你不來救 你說因為我少裝了一個那個 偵測器 偵測器 結果就不賠了 所以我要搞清楚 請你把這個保單講得很清楚 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你偵測器我有買啊 交貨交不到 可是他都沒有按照你當時的規範 他沒有交貨嘛 少了 那可是這個當然就是一個 我覺得我們可以談的嘛 就是我買了你沒有交貨 那這個是你的責任 所以都要搞清楚 我覺得你既然川普是一個商人 你喜歡搞這一套東西 那我們就按照你們美國人 最愛搞的保險嘛 美國人是保險 而且魔鬼全部藏在細節裡 我們找一批真的會看這些細節的 做一個保單跟你來談 當然沒有 這個是不可能的 但是既然你要這樣講 我就這樣子回應 我覺得就是否則的話 我們還是覺得說 你們美國喜歡要把保留 這樣的一個戰略模糊 這是你們很好的一個戰略選擇 可能對台灣來講 對兩岸關係來講 也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態度或立場 但你要是講到 我們好像要買更多東西 要花更多的錢 在國防經費上面 我甚至看到有人認為說 哇 他說日本的這個 美軍駐日本的這個錢很少 其實加起來沒有 還不到我們就是他講的這個 5%左右的 事實上那個是美國跟日本有協防條約 而且那個是美國駐軍在那裡 這麼多 那可是美國有駐軍在我們這嗎 沒有嗎 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 真的是不能拿橘子跟蘋果來比 那我們今天要求川普的 大概就是放出來的訊息 我們已經在延長我們的疫期了 然後我們也提高了我們的國防經費 但是請你把你的要的保險的條件 講清楚 說明白列舉事 我們都要看清楚 到時候不要真正發生事情 摸摸屁股就說跑了 所以因為你沒有按照 當初我們簽保約的規定 那我們就要把那個保約要看得很清楚 然後不要沒事 已經保好以後 他忽然又說 我現在又有一個新的保單 要我們再加 我們哪有那麼多錢天天加保單 我不想我們很多人 對保險經濟的人也認識很多 那現在譬如說忽然太熱了 這個外面瓷磚會崩落 結果他保險公司就在大樓說 這邊我們有個保險 萬一你扎到人什麼 就天天給你加這些新的保單 那我覺得我們也承受不了 那麼多東西 那自己其實回到最好的方式 還是把問題的癥結 去跟對岸去談一談 減少我們在這個方面 不斷的被人家勒索敲詐 我覺得這個川普 就是這樣的一個態度 那而且他講出來的話 還是台灣對不起美國 因為我們把他們的晶片都搶走了 對 所以他不願意 我們很有錢 我們很有錢 為什麼 是你自己的晶片產業 沒有做好 然後你怪我們 我覺得這個是美國人的一種 愛國情緒 然後把所有他們美國的問題 轉嫁到其他的國家 轉嫁到中國 轉嫁到台灣 轉嫁到非法移民 好像今天美國關起來 就像川普可能搞的這個 我們叫孤立主義一樣 把美國的門關起來 我們自己在裡頭 那美國就好得無比 對不起 美國現在最大的問題 叫通貨膨脹 你把它關起來好了 你就要美國人生產 他所有所需要的 包括從墨西哥進來的 這麼多的東西 包括從中國進來的一些 民生的物資等等 美國人這個通貨膨脹 川普上來 他現在講在罵拜登 我覺得他的狀況會更糟 整個通貨膨脹會再上來 因為你把所有這些進口的物資 一般老百姓的 要可以取得比較 就是我們講說便宜 合理物價的東西 變得那麼貴的話 那對不起 這個整個通貨膨脹就會上來 所以我一直認為聽得很好聽 民粹的語言真的聽得好爽 可是對不起 絕對不是解決問題的答案 那我覺得我們在台灣也是一樣 對美國不管是哪個人當選 無論是民主黨共和黨 我們都不要過於信任 特別是共和黨 好像他們的國會議員很挺台灣 對不對 可是對不起 國會議員沒有脊梁的 只要川普不挺 他們全部不敢挺 這是我的看法 就很多人認為說 哇 美國的國會議員好聽我們 川普一聲令下 沒有人敢挺 我的答案就是那麼簡單 不要把它想得太天真說 你看我們經營了多久的國會議員 有這麼多台灣這個叫什麼年限 那我們的小組花了那麼多時間 過去二三十年 在經營美國國會 只要川普一個人的態度 不願意支持 那我相信就沒有支持 所以這個是很現實的 我們還是不要把我們的安全 就寄託或者說放在美國的身上 也不就我們常常講說 台灣的經濟不應該壓在一個 這個雞蛋標放在同一個籃子 那同樣我們的安全 也不應該放在美國的身上 感謝Cynthia 那最後一分鐘時間 請楊明哥幫我們快速解析一下 我們看到的是他在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全代會上面 講話犀利變得會更溫柔一些 而且像昨天聽到鳳馨姐也在講 他認為以前是政治性政治川普 現在已經從昨天看起來像是一個宗教川普 這個言辭當中的改變 川粉一直都是宗教 那其實我覺得像我們要比較注意的 就是第一個他講這個所謂的 要pay for defense 這一段話緊接著歐布萊恩就加了一個 所謂的5%GDP這個戰書 那歐布萊恩是他最後一任的 那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 未來如果川普重返拜宮 很有可能扮演重要的這個幕僚角色的時候 那這個5%會不會就變成是 美國對台灣未來的期待 而這個期待這個5%裡面 有多少%會變成所謂的commission 會變成所謂的我們要去買軍購 這個我們就拭目以待 但是我覺得這不是一個意外 這不是一個巧合 這是一個設計好的橋段 就是由這個總統候選人先講 放出一個風向球 再由後面的幕僚去補充細節 包括一期延長 我們都是聽美國的 所以這一次在賴政府要好好因應 否則可能我們就是被美國牽著走 感謝大家收看 掰掰囉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駝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LOW YOUR CARE